同学,我们来看到分点公式跟线性组合 分点公式在 坐标空间中O为原点AB 这相议的两点 那P在线段AB上 PA比PB等于M比N 就像图所示 那我们得到相量 这个分点可以知道 OP相量会等于M加N分之N倍的OA相量 加上M加N分之N倍的OB相量 那我们再把它用 什么样 坐标方式带进去 最后就可以知道 OP相量等于这一串 那得到因为O点为原点 OP相量就是P点坐标 所以P点坐标就在这边 那分点公式就是这一个下面所示 那在这边跟我们上学期 讲的以前讲的都一样 只是在这一个 我们多了空间当中 是多了一个Z分量而已 好 B提6 长方体 这个P点 Q点位于对角线AB上 那A点是在这个P点的一个XZ 投影点 B点是P点在Y轴的投影点 所以我们先把A跟B两点做出来 在AQ比BQ等于2比3 再用分点公式给它做进去 就是答案 好 同样的随堂练习也可以自己做 接着 这一个图 B点公式给它带进去 就可以了 答案 就是154 再来 角平分线的性质 三角形ABC当中 ABC三点坐标给你 角B的角平分线 交AC与D点 求D点的坐标 这我们在上学期在讲三角形内心的时候 有讲过一个性质 我们先把BA跟BC两个边长做出来 一个是3 一个是5 BA等于3 BC等于5 那我们AD比CD就等于BA比上BC是3比5 来看 这个做下来 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3比5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那同样的这个比这个也是3比5 这样没问题 D点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用分点公式 再来 外角平分线 一样 ABC这个都有了 所以把AB跟AC做出来 再来 角A的外角平分线 跟BC交于D点 那我们在这边大家要注意 在这边其实要做一个 辅助线 就是做这一条黄色的线 跟原来这一条虚线 是互相平行的 那你这一个角跟这个打勾勾的角 是不是 这叫同位角 那这一个一点跟这一个点 是不是叫内错角 而这两个又是一样大 所以这个勾勾跟这一个点一样 所以这一个长度就等于3 这一段的长度就等于3 所以他比上他就是等于3比上7 也等于3比上7 那也分小段就是3比上4 ACD比上VC就等于3比4 就是这个样子 用这样子做完之后 再用分点公式把它带回去 低点 就可以把它推出 XYZ低点的坐标 接着我们来看类体2 U向量V向量 W等于两倍的U向量 W向量等于两倍U向量 加K倍的V向量 我们要知道 这里有一个关键 这个关键其实 常常做题使用 但是 我们不会给你这一个提示的 菱形的对角线 会评分 对它的顶角 U向量等于两倍的 W向量等于两倍的U向量 加K倍的V向量 因为念得快 所以有点不顺 那我们要评分 他们这U跟V这两向量的夹角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 这个绝对值 跟这个绝对值 要相等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两倍的U向量绝对值 等于K倍的V向量绝对值 那U向量绝对值 根号6 V向量绝对值 根号54 所以我们K就可以得到三分之二 这是这一体 那线性组合 来第三测我们学过 凡是K写成 X乘以OA向量 加Y乘以OB向量 这个向量 就可以说是OA跟OB两向量的线性组合 那空间当中 我们这个线性组合来做一个说明 如果OA向量 OB向量等于如此 那OB等于OA向量 加OB向量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这是它的其中一个一个陷阱组合 陷阱组合有无限多种 OB向量我们表示成 212加14-1 351就是结果 那我们这个 OB向量我们注意一下 OB向量就相当于OA向量跟OB向量 的一个 加起来得到的新的向量 好 立题期 OA向量等于123 OB向量等于0-11 那第一小题要把它写成 这一个 的坐标表示法 把它阻起来 加起来 OD向量等于如此 加起来的结果 105 那第二个 OA向量 跟两倍的OB向量 做平行四边形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来看看 第二个题目 S是介于0跟1之间 所以S倍的OA向量 所以它可以 就OA的影响面 可以从这里到这里 那OB是0跟2之间 OB它这个方向的影响 可以从我的这里到 O点到 1点 所以它整个 OA跟O1撑起来 这个平行四边形 就是我们要的 它所可能在 这个区块里面 就是OP的那一个 P点所注入的区间里面 平行四边形 OA和1 好 显然平行四边形 里面的任何一点 都可以写成 S倍的OA向量 加T倍的OB向量 S介于0跟1 T介于0跟2之间 P点 所形成的 这个图形 就是在平行四边形 这一个 里面 当然你要问这边 也有喊边界点 为什么喊边界点 因为它这边还有等号 这边有等号 这边也有等号 这边也有等号 所以就喊边边的边界点 好 这是上学期期末考 相关的内容 好 随堂练习一样 把它 这个直接带进去数字 那这个呢 OP向量等于OA向量 加T倍的OB向量 这个得到的是一个 线段 线段 再来无敌讲义 这个线性组合 OA向量 OB向量 第一个把它写成 坐标表示法 带进去 数字变出来 很简单的 就是 -1 OB3-2 没有促进的话 第二个 OA向量 加T倍的OB向量 这个等于OB向量 那P点所形成的图形 其实它只有 一个方向上面的变数 在变化 其他是固定的 所以它是一个线段 我们可以这样看看 这一个 OACB是OA向量 OB向量所形成的 平行式变形 OB是这样子 所以OB向量的终点 在AC线段上面 对不对 是不是它可以想成 它走了 一倍的OA向量 到了这边 剩下来的T倍的OB向量 可以零倍的OB到 一倍的OB向量 顶多从 这个点 移到这里 所有可能的点 都有可能 在这个 AC线段上 所以 显然的 这个P点 最后可能的 就在AC线段上面 所以 这个P点 所形成的图形 就是AC线段 好 同样的 如果呢 这一个 五分之三倍的OA向量 加T倍的OB向量 那P点在三角形 OAB里面 首先呢 P在三角形 OAB的这个内部 内部哦 内部不含边边哦 所以 T大于零 不能含边边的点 第二个 T大于零 就是不能含A点 对不对 那 你在A跟B之间的话 这个P 不是 T 不能 不能 我说错了 T大于零 就是 五分之三倍的OA向量 在这边 接着你到 你到这个 接着你 继续走的话 要在三角形 OAB里面 就在这一段 里面 可以动 那你这一个P点 在AB线段上 OP向量 在AB线段上面的话 肯定是五分之三 加T等于1 所以T等于五分之二 但是你又不能碰到 P在AB线段上 所以T要小于 多少 五分之二 那你既要 大于零 也要小于五分之二 最后 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T要介于零 跟五分之二 不能等于零 也不能等于五分之二 所以T就大于零 小于五分之二 再来 接着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用看的 这个S跟T 介于 负一跟一 零跟二之间 它会形成一个 平行式边形 它的面积呢 是原来的 多少呢 四倍 来看看 你看它是不是可以变成 这一块平行式边形 一般的 这个 填字形 填字形 你看 它的OA是介于 负一跟一 是不是介于 这个 OA向量的 负一倍 跟一倍之间 那OA向量的零倍跟两倍之间 你这样子撑开来 是不是可以撑出这个平行式边形 像填字般的 所以是原来的 这样子 当T等于 零跟T等于 二 它所坐落的 那S等于 一跟S等于 负一一起做这样子 讨论 最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 S介于 负一跟一 T介于 零跟二之间 它形成的这个 在这一个平行式边形 P1 P2 P4 P3 的这一个区域里面 含边界点 因为它有等号 所以它有含边界点 含边界点的话 这个区域面积是原来 这一个 OA OB 形成平行式边形的四倍 接着我们类体 我们一样 这个题目很简单 直接把它带进去 XY带进去之后 就可以 做出方程式 去解XY 就是我们要的 那 第二个这里 类体这里 OA向量等于100 OB向量等于010 那这一个东西 形成的这个 是怎样的 形成的这个面积 是原来形成平行式边形的几倍 猜的也知道 你看 这里 3-0等于3 2-0等于2 32得6 6倍 来看一下 如图所示 它这含边界点 它这个形成的 这一个 S倍的OA向量 加T倍的OB向量 S借于0跟3 T借于0跟2之间 它所有形成的区域面积 是原来的 32得6 6倍 好 接着我们 这个上面的例子 可以知道 两个非0向量 OA向量 OB向量 如果不平行的话 这样子才会有意思 1点会OA V通过的 另1为通过OAV的三个点的平面 那平面1上面的任何一点 P都可以写成 OA向量跟OB向量的线性组合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考虑更多向量的线性组合 如果给定空间这个向量 OA向量 OB向量 OC向量 如果写成 X倍的OA向量 Y倍的OB向量 OB向量加Z倍的OC向量 的话 也是OA向量 OB向量 OC向量的一个线性组合 好 例题 这一个 OA向量 100 OB向量 010 OC向量 001 分别是X轴 Y轴 Z轴 正向的单位向量 OB向量 是不是可以写成 2倍的OA向量 减5倍的OB向量 加4倍的OC向量 OK 这样子我们这个课程 1-2就结束了